分享是一种喜乐 是一种力量 天桥之音真情相遇 陪伴您走过流泪骨生命河 与您分享成长蜕变的美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兰花姐姐玉芝 我是苹果哥哥建志 我是阳光哥哥陈泰 欢迎您再次收听 由天桥教会制作的 天桥之音真情相遇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弟兄姐妹们 他们跟您分享精彩的生命故事 因着他们经历到这位 又真又活的上帝之后 生命得着翻转 重新在耶稣基督的爱里 迈向了丰盛恩典的新人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天桥之音与您真情相遇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晚上好 我是苹果哥哥 我是兰花姐姐 今天顺序怪怪的 为什么是我先讲 因为你声音比较好听 我感冒还没好 你已经感冒一个礼拜了还没好 不是 我们是同一天 原来是这样子的 我到播出的时候我当然已经好了 只是这个预录的嘛 所以我距离上一堂的 也才二十分钟而已 二十分钟 所以还没办法那么快好 对 祷告不够 这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听众朋友在线上 可能这个时候就一直在为兰花姐姐祷告 感谢主 所以说下一个来宾在访问的时候 兰花姐姐的声音马上就会好起来了 我真的今天我有写说 我的声音还没好 已经有人在回应我说 他现在为我们这个节目 为我的声音祷告 对 真的 他们赖我 今天我们的来宾 也是 这个 我千请万请请来的耶 三顾毛鲁请来的吗 没有 三顾赖而已 三顾赖而已 就是手指头动一动 他就来了吗 那个 他的手指头才灵光 他会拉小提琴耶 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 有耳服了 他有带着他的小提琴来哦 哇 带着小提琴来录广播 对 那兰花姐姐你这集就可以不用讲了 就请他拉一个小时 对对对 真好 这就是我今天请他带小提琴最重要的原因 那所以今天收听的这个听众就很好入睡了 是啊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贵宾 李全哲牧师 牧师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把你晾在旁边晾了这么久 没有关系 主持人废话扯很多 李牧师在旁边热声 你说他要拉小提琴嘛 手指头一直在那边 动热声 那个牧师要不要一开始就先来 拉一首小提琴 不行不行 我要让听众朋友有一点期待 啊这样吗 对对对 先让李牧师可以 让听众朋友多认识一点 我的印象中 我记得你好像是一位博士耶 博士候选啊 真的哦 来谈谈你自己 让我们听众对你有多一点认识 对啊 那李牧师 你一开始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你说你是博士 还是对 博士候选人 对那是哪部分的这个领域呢 电脑立体程式设计 立体程式设计 所以这是软 绘图 对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域呢 嗯算成就写程式让比如说你去牙医那里看牙医 对我等于做那个机器 所以你要我画图我画不出来 但是我会做那个水彩啊油画啊 Photoshop啊 那这个也是从大学就开始是在这个这个科系 然后在一直读硕士在博士这样子都是在这个方面的吗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大学电算系的教授认定我 城市设计超过大四的程度 高中就超过大四的程度 对好厉害 那这个算天才了哦 对好厉害 对这个部分就是应该是很有很有这种sense 这种敏锐的这种 或者说应该说也有兴趣嘛 这是知优生吧 对高中 高中有大四的程度那就是跳级的知优生嘛 对吧 对那个年代只有两个人跳级刚好都姓杨 我 对 都姓杨 对那个年代只有两个杨伯音 一个杨什么我忘掉 一男一女 哇 你是第三位 我没有跳级 只是说程度真的是高中就能够有这样大四的程度 而且是很专门领域的 对不容易不容易 然后他有问我说你有要念电算系吗 我说没有 他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那我们研究所见 所以我大学念的是物理 念物理 对 这些都是我很差的科系 所以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采访好 你要不要自己讲 会物理的真的是不容易 物理很难 你物理好不好 我物理不好 所以我娶一个物理老师 哇 你老婆不是音乐老师啊 没有没有 他是教物理的 他教国中理化 难怪你那么怕他 对 主修物理 因为他厉害的就是你很差的科 对对对 因为高中就是物理非常的不好 所以下定决心不是把物理考好 而是直接娶一个物理老师 哇你好强哦 从小就这样立定制约 我征服不了物理 就只好征服物理老师 好了不能 我们不要再抬杠 不然我怕兰花姐姐又要把我卡掉了 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李牧师的学历 这样子一个聪明才智 其实因为我们这种人很难想象 我们能够按部就班 把一件东西学好 就已经了不起了 可以把物理考及格 就已经了不起了 还可以在除了这样子 电算方面很专精之外 物理也可以 哇不容易不容易 我现在很难采访 因为我很弱 随便啊 看你们想要跟大家 我是说采访的专业 就是我很弱嘛 不会吧 我觉得还不错耶 我听过几集也不错 那这样子李牧师是 对物理比较有兴趣 还是对这种电算啊 我对程式设计 对程式方面比较有兴趣 对那这样一个什么因缘际会 会让你好像做了一个 比较不同的一个转变 当然说都是理工科的嘛 但是毕竟是不同领域 那李牧师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情况之下 让你从这算电脑的领域 转到这个物理的领域 其实我国中是数学很好 物理也很好 那考卷我发下来不到95分 但物理老师师大刚毕业 对 还没当兵 所以那时候也很坏 所以发下来考卷没有90分 没有95分 我当老师的命就把考卷给揉了 没有95分就把考卷给揉了 你那时候是还没信诸吗 我是在基督教家庭 真的 那你可以把考卷揉了 为什么我会问这样 我觉得这种举动很奇怪 没有 这个技术是说他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 对不对 那 那那个老师什么反应 那老师就师大刚毕业还没当兵 变瞎到 反正我们几个功课很好的 就等于某一种程度有点放水 反正没有乱搞就好 只是揉了稿卷 不然的话好像会被记过 通常都会蛮严重 对 就像我大学的时候 功课还不错 然后就带女朋友去上课 坐在最前面都没事 然后后来就有功课不是很好的跟进 就带着女朋友在后面 我们的戏主任的课 然后戏主任就说 哎呦 今天有旁听生啊 不错嘛 来 旁听要有点程度就写了一题 然后 那时候比较旁听生 当然解 当然不会啊 因为不是这个戏的 对 然后就说 那旁边你的朋友要帮他解围 就挂了 就挂了 惨 可是好学生在前面 老师就没有叮 就没有叮 重点你 你抱这个料 你这一段要不要卡 他是不是你老婆 不是 没关系 我老婆是我第四个女朋友 谁好 他知道 他知道 反正不是唯一第一个 所以这样 不会太生气 第四个没有关系 但是最后一个 对对对 太重要 见证人生 太了解女人的心 真的 哎这样一直笑不行 因为我 我喉咙这样笑很难听 不要逗我笑 那其实 我们是在做某部分的一个医治 笑久了之后 你喉咙就会开了 其他人心乃是来调 对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在访问的时候 就越访问越自然 然后越访问 那个喉咙越开越舒服 阿们 阿们 对对对 那个剑制 他一直在为下一堂 他没有在现场打预防针 所以一直这样 你看 对 不要浪费牧师的节目时间 对 牧师 所以你看哦 你从电算到物理 那是大学吗 对 我其实学电算是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姐姐需要补习 然后我妈妈透过关系 找了一个台大化工系的助教 来给我姐补习 但是她一只眼睛瞎掉 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 我姐姐上了一次课就不上了 然后我妈就说 那这样怎么好意思 然后就 让弟弟来教 对对对对 让我来上课这样 然后她就说 她给我补了之后就呆了 因为一个学期就 一个下午就把数学物理化学教完了 我都会 好厉害 然后问我说 你有没有二年级的课本 我说没有 她说没关系 我来准备 所以下礼拜 反正就 等于是 一个周末就解决一个学期的数学物理化学 没几个周末国中教完了 她打电话给我妈 然后她就跟我妈讲说 你儿子不需要补习 然后我妈说 对我没有说 我只需要补物理数学化学 我只需要补中文 你那时候是住哪里 我那时候住台北 住台北的人 为什么要补中文呢 因为其他哥都太强了 中文太烂 然后家教说 我第一次听说 有国中生需要补中文的 还导台大化工系的助教来补 你真的是很特别 所以才 她就 她对补中文也没有兴趣 所以她就 请我吃午饭 请我打电动玩具 然后说这样子 零你妈的钱也不好意思 然后就教我 直接把钱拿来吃东西 对 然后她就教我 那种卡西欧的工程 工程计算机的程式怎么写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结束程式 然后后来其实忘了 忘了之后 高中 上高中 我一个天才的同学 他现在在美国Google 而且还骂美国Google的一级主管是笨蛋 那个真的太天才了 他是建宗的自由生 我副中的自由生 然后他就 我住他家 然后他就教我写程式 他觉得我国中的时候 班红同学 他觉得我这个什么都会 所以他觉得我一定会写程式 其实那时候 我根本已经忘掉 国中有学过那么一丁点 是 然后他 他字比我还丑 我字已经有够丑了 他字比我还丑 他今天写了 他明天不记得 所以我其实就是帮他抄程式 我都不懂 他以为我懂 很高兴地跟我讲 我从事是从这样学起的 我觉得你采访到现在 领域实在是很 采访到现在 我终于有一点点 提升一下我的自信心了 就是你看他什么都好 字很丑 这一点安慰到我 本来他什么都比我们好 那我们今天就让他自己讲就好了 听众 对不起 我的笑声很难听 原谅我一下 我们今天本来不是说 要让听众好睡一点 让领问师拉琴就好了 但是我们又让听众睡不着了 我就说一开始就要让他拉 你就说不要 所以都是主持人的错 你就是要让他先讲 不然我本来想要让他先拉笑听琴 好的继续 领问师是在台北 一直都在台北读书吗 对我读书一直都在台北 你是那种建宗的那种 没有没有 我念师大附中 师大附中 他刚才讲了没几书 他刚才讲过 对 我有这么聪明的人 只能在建宗才有 原来师大附中也有 不行不行 我一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又得罪那个师大的人 又要看 不用 这是我们展现出最真诚的我们 对 那领问师 你为什么一直笑 领问师从什么时候开始拉琴的啊 从小学 小学就拉琴 对 所以在你会这么多东西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能力去学习这个乐器 那时候其实教会有一个 江 我还记得他爸的名字 他的名字我忘了 一个江直士的儿子 大我大概四岁吧 他拉小提琴 然后我哥就说 很帅 所以他要学 然后我哥就学 然后好 等我跟我哥一样大的时候 我也要学 所以就从这样子开始学起 好像王永生也学过 也是跟他有关系 真的 对 对上次 你跟王永生有在这里打招呼 对 就是你们从小就认识的 对 上一次有这样子 我有影响 所以墓庆你看 你哪有时间学中文呢 学那么多话 学小提琴 所以你就光芒这些 你嘴巴根本没有时间说话 难怪要补中文 所以从小 你说家里是基督教家庭 对 那你 以你有这种才华 你在教会应该很早就开始有音乐的服饰吧 因为我不会弹钢琴 我姐姐会弹 所以我姐姐比较早在教会有音乐服饰 所以这个信仰什么时候成为你自己的信仰 成为我自己的信仰 应该是到高中吧 其实国中的时候很丢脸 我们班有一个人姓王 他爸爸是金门邮局的 好像局长吧 那个大家都叫他王牧师 因为他下课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会跟同学传福音 他真的很能讲 我在旁边听 我都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 我是旁边听 然后王牧师真的很能讲 接近所向无敌 不过呢 碰到刚才讲那个Google的天才呢 就挂了 那个Google的更厉害吗 那个Google的更厉害 那个 那个真的太天才 有机会再跟你们聊天谈的那个天才 真的哦 那个太天才 所以他碰到那个Google的天才 大概就挂了 就打败仗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一直想说 奇怪了 他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这么热衷于传福音 他碰到这个Google的天才 还挫败那么多次 他还是到处传福音 所以有时候人家会拉那个天才来救救命这样子 就是说他一直传 大家要让那个Google天才来打败他 对对对 就不用听了 对对对 哇那可见他多热心在传 热心传福音 对 说实在 他给我很大的刺激 但是 基督教还是不是我的信仰 直到高中 在什么情况下 不知道 反正就 那时候我天天读圣经 不过我也天天算命 天天读圣经 又天天算命 对 我们班同学还有跟我学 还有人跟我学 他比我更热衷 他天天算自己的流时 流年 流月 流日 流时 而且不是流时 那个时辰 我们中国的 中国人的时辰是两个小时 他是流小时 对 你那时候会学算命是不是说 因为你会城市设计 你会什么那个 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种数学的 对 那时候也没什么中文系统 中文系统 那时候不方便 而且天价 所以我还为了算命排命盘 写了一个迷你中文系统 可以拿来排命盘算命 我这个简单的脑袋 很难想象 我在跟一个很天才的人采访 好 希望节目结束的时候 会被你提升一点 没有 所以后来 我们也知道说 基督徒是不算命 所以你一边读圣经 一边算命 后来是怎么样 你觉得走到真正的信仰 让上帝成为你的救主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天天算 他还帮我验证 真好 有人自己愿意花时间 去排每天的流食 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 他每天算 每天验证他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 我忽然读到圣经 列王记下17章17节 这上帝讨厌算命 为什么我喜欢 我每天读圣经 还每天在帮人家算命 然后也在发生了一点点的事情 同学的事情 然后我就决定说 好 那我再也不算命 那也因此 其实我有研究过 圣经所写的 到底可不可以算命 上帝为什么讨厌算命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可以啊 因为其实我 碰过三四个人 跟我挑战 他说你们的上帝 一定是不会算命 怕他的信徒 知道有算命这种东西 这么好 这么灵光 因此就离开上帝 再也不信 怕人家就是喜欢算命 相信算命 不信他了 对 上帝有那么小气吗 当然没有 所以其实圣经 写非常多次的算命 写得非常非常可爱 除了那种比较间接的 你看那种基督教书房 讨论算命的书 会提到说 上帝创造人 是管理这个万物 所以星辰 虽然都是上帝创造的 但是他不是来管人的 是人来管他的 这种是比较间接的 我们讲说比较直接 圣经第一个提到算命 其实是在雅各 创世纪的雅各 创世纪雅各 他的舅舅拉班 后来就是发现说 其实这个雅各想走了 他就说 你订公价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算定 耶和华似服于我 是因为你的缘故 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我因为算命 所以知道 而且深信 耶和华似服于我 是因为你的缘故 所以那是圣经第一次 直接提到算命的部分 雅各其实那时候 是不信耶和华 所以他的回答也很可爱 他回答说 你看就好了 其实就是反讽 他说 其实你根本不用去算命 因为看了就知道了 耶和华跟着我的脚步 来似服你 这是一个 耶和华爱的雅各 他虽然那时候 还没有很认识耶和华 但是当莫名其妙 被人家这样刺激一下 说你看 耶和华似服 可以由算命算出来 所以到底耶和华大 还是算命大 看起来是算命比较大 他可以知道 耶和华做的事情 其实算命是多的 因为用眼睛看就知道 根本不用去算命 其实圣经里面 写很多很好玩算命的事情 我觉得圣经里面 写的最可爱的 在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里面提到 有一个王 我现在忘了是谁 然后反正就要去攻打以色列 然后就在某个地方 就找人来摇见 查看牺牲的肝 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想不起来 然后就发现 然后就找到了路 然后就去把以色列打下来 哇 这真是好 对不对 所以耶和华是保护不了 他的子民的 对啊 外邦人要来打 耶和华的子民的城市 迷路了 竟然可以借由算命之道 正确的路 然后就去攻打以色列 你说耶和华能做什么 耶和华什么都做不了 那其实他写在以西结书 不是写在猎王纪或是历代志 以西结是什么书 先知书 也就是说其实事情还没有发生 上帝已经借由先知告诉这些人说 到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到那边会迷路 他会用哪三种算命的方法 算出来对还是错 所以就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耶和华是没有用的 他没有能力挡住迷路的人 要来攻击他 人家可以借由算命 来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 但其实当我们搞清楚的时候 会发现说上帝更可爱 上帝还知道他在那里迷路 还知道他在那里用哪三种算命的方法 算对还是算错 所以追根究底 并不在我们看得到的结果 就是人家借由算命 可以来消灭以色列 其实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 上帝其实赢过算命 你连在哪里会用什么算命的方法 算对算错 上帝都预先知道 所以圣经写了很多很多 跟算命有关的东西 并不是只有一个禁令 说你不可以使儿女经活 冻动我的怒气 不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牧师分享 你的叙事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其实你要表达的是 其实神都在掌权 他把会发生的事都已经告诉你 他还是让它发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神他不允许而会发生 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神允许 他必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其实整体而言他是掌权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角度去看 包括耶稣会说 眼睛里面有梁木还是草阿姨 其实都是自己的角度 去看出来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会觉得 好像像刚刚讲的 上帝好像没有掌权 上帝好像赢不了算命 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 上帝的角度在看什么 在想什么 在说什么的时候 可能整个都翻转过来 其实上帝是全盘掌控 非常 很棒的分享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牧师会拉小提琴 这个我期待了好久 是不是借我这一点空档的时间 请牧师来为我们拉一曲好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 这首歌 温佩服李牧师刚刚讲完这些之后 马上拉了这首曲子 各位听众知道这是什么歌名吗 这首歌名就是 我知谁掌管明天 哇那刚刚 我觉得很呼应李牧师刚刚所讲的 其实很多时候 谁在掌权 真的是唯有那创造天地的主 他在掌权 所以你明天不管如何 不管有阳光 不管是下雨 不管是顺境 不管是逆境 你要知道 永远都只有一个人在掌权 一位造物主在掌权 而且这个造物主 他是爱你的 他是愿意帮助你的 哇刚越听越感动 这样的话 那直接用这首 很动人的曲子 来呼应刚刚李牧师所讲的 真的是很棒 我认识牧师的时候 就是看到牧师在拉小提琴 知道你是牧师 而且呢 我们林牧师也有介绍说 你是一位博士吧 我的印象 可是你刚才说是博士 博士的候选人 我想这个对我们听众来讲 也许觉得很好奇 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听起来 这是一段蛮特别的旅程 我们想听听 这一段旅程 体会了上帝什么美好的旨意 我就 反正就是去 最后去美国念博士 那这当中出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好不容易硕士拿到 然后竟然有 排名蛮前面的学校要收我 然后就很高兴可以去念 那结果又出了很多事情 所以就几乎确定不能去念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 给了我的博士的指导教授 那我就跟他讲说 抱歉 那没有办法去念 没有办法去念 那这个 我是牧师 我回台湾之后 可以免费帮你做研究 我是牧师 不会泄露你研究的东西 你放心 那写完之后 我就再写一个 我硕士的指导教授 跟他讲说 实在是 我没有办法去念博士 谢谢你这样照顾我几年 这样 结果我的硕士指导老师 他不但是大学的教授 而且他同时是进行会的牧师 他立刻回信给我 说千万不能让你的博士指导教授 知道你是基督徒 惨了来不及了 他还知道我是牧师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事情 因为我搜我的那个老师 他有出电脑的书 那在台大相当多的硕士班 如果要修那一方面的课 几乎都是用他的书当课本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他是个徒生徒长的白人 然后就在这个 我念硕士的北边一周 我在美国念嘛 在奥勒冈州教书 那同样是州立大学 隔壁州美国土生徒长的白人 他竟然搞错了我硕士的学校 所以他以为我念的学校 非常的非常的前面 所以他十几年没有收研究生 就收了我 所以当时候系上没有人知道 他收研究生 认为说不可能是他 所以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最后竟然真的就是这个 不可能收的人收了我 然后收了我之后 大概有一点失望吧 因为竟然收到了牧师 那时候本来就不能够去念 为什么收到牧师会失望 因为他讨厌基督徒 他讨厌基督徒 那这个本来不能去念嘛 然后当时候跟牧师娘 都已经讲好了 如果今天晚上12点以前 没有任何的消息 那我们明天早上就去买回台湾的机票 能送人的送人 能寄回台湾的寄回台湾 能运走的运走 其实我们剩下的东西已经不是很多了 只有晚上11点57分 奇迹发生了 我们能够去念博士 高兴得不得了 不能够去念博士 可以 本来是不行 所以已经都已经 也打算打算回来了 对 然后就去啊 去了结果 那个教授其实也不高兴 因为就是莫名其妙 收到了一个牧师 进来本来说不能来念 又来念 那其实蛮可惜 他教我的东西 真的很少很有限 不然可以跟到这么好的教授 当然是很好 结果不到一年 他跟人家讲说 我希望你直接从我这里听到 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 我要去某一间学校当院长 机不可施 很抱歉 那间学校没有博士班 所以我没办法带你去 那我也跟系上讲了 其实他是前任系主任 我也跟系上的教授讲了 那个 我本来的名字叫Jack 就是创世纪的雅各 我跟人家讲 Jack很会念书 书读得很好 但是完全不会做研究 赶快让他考博士资格考 那他就会失败 他就知道说 他不是念博士的料 那他这个赶快去工作 他有老婆孩子要养 不要误人家 他亲自告诉我 他跟系上的教授这么讲 然后 我觉得有一点夸张 管他的 反正他就亲口告诉我 那后来各种原因 我就找到了我博士班 第二个指导教授 其实当时候我是跟他讲说 我还在找 结果他就认为说 我要找他 然后他也亲口告诉我说 我前一个指导教授 就是这样跟他讲 他会尽量客观 问题是其实不客观 因为我们系上的规定是 如果你硕士念的是一样的 那就一年 博士念一年就要考 那如果你硕士念的不一样的话 那博士念两年才要考 那对不起 念一样的是半年 念不一样的是两年才要考 那其实 我跟那个第二个教授念的时候 念的是电脑怎么画头发 做了大概两个礼拜 他跟我说 那你改做电脑怎么画表面 所以我头发只会画了两个礼拜 结果系上真的贯彻前系主任讲的 我本来那个教授研究的不是画图 所以我根本就 硕士念的跟博士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系上要求我不到五个月 就得要考博士考 就得要考资格考 开什么玩笑 人家试也要半年了 六个月 我连五个月都不到就要考 系上要求就是要考 然后就那个 我第二个教授说没办法 那时候我太太要生小孩 所以就莫名其妙地 延程将近满七个月才考 那我们系上是 考一个月 开考一个月 开考前 当天早上 你的指导教授丢一个题目给你 那你一个月要把这个论文写出来 那我那个月号称不用睡觉 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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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税的季节 那结果 开课 那个老师其实后来都不跟我讲话 他跟硕士讲的话远比 我这个博士讲的话多得多 都不跟我讲话 然后终于到了1月22号 我1月23号开始考 1月22号下班前 他忽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 这时候我应该要恭喜你 给你鼓励打气 祝你一定要考过 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 你怎么可能会考过 我提早告诉你 我要考你什么也没关系 我要考你电脑画头发 我真的呆了 我电脑头发总共做两个礼拜 而且那是半年多前 真的不可能过 然后 1月23号早上8点 拿到 真的是 写一篇论文 电脑怎么画头发 真的呆了 完全没有办法 那其实我 过去对电脑有 蛮多部分有研究 其中一部分就是 硬碟坏了怎么救 硬碟坏掉怎么 那时候没有这种 救硬碟的公司 但是我会救 所以本来我要去念 博士班是想念 作业系统方面的博士 后来也是出了一些状况 宗教战争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念 作业系统方面的博士 那 结果我在那一个月当中 我的硬碟坏掉了六颗 而且没有办法救 连我都救不出来 我曾经在 国内某大厂 维修厂 报废20台 不修不退的电脑 硬碟当中 修好三颗 结果我自己那六颗 我都修不起来 完全没有办法 然后 一个蛮照顾的学长 说 学弟 你那个再不备份 万一再出问题 你一定没办法考 我说我知道 可是我已经没有硬碟了 他说不然这样 我这一颗借你 我的博士论文都在里头 不能坏 我说我知道 谢谢 结果这扯了 我确定那颗硬碟正在读 结果那颗学长的硬碟 被写坏了 所以我坏掉了第七颗硬碟 连他的论文也坏了吗 对 然后那时候 各种原因 反正就忽然能够来念 所以我连宿舍都没有 所以只好拜托华人教会 帮我找宿舍 所以后来我就在 白人教会服侍 对不起 华人教会 我硕士在白人教会 博士在华人教会 这个华人教会 其实很多是没有 自己的礼拜堂的 所以就是借 白人教会的礼拜堂 那就要去租邮政信乡 那穆斯梁那个时候 就是帮那个教会 到邮政信乡去拿信 所以那天他就开了车 去邮政信乡拿信 结果车就坏在马路中间 我的硬碟坏掉第七颗 穆斯梁开车去 帮教会拿信 车挂在路中间 你挂在家里 我还可以撑两个礼拜 不会有事 挂在路中间 邮局门口 开什么玩笑 二话不说 我必须立刻去救那一台车 那一个月号称免税 是对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 我那时候都快要四十岁 那一个月真的是 不是人过 然后还坏掉六架一颗硬碟 现在还要去救那一个车子 我当时就做一个祷告 我说上帝这些人 等着看你的仆人的笑话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过 但是我知道 只要你愿意 我一定会过 哪怕是像当年 下比拉多的老婆一样 你下任何一个教授 还是教授娘 我都会过 到看完我去救车 然后最后终于 一个月到论文交出去 交出去 我的指导教授 你看一看 就说第二天 他忽然又找我 他说 你知道不知道 你那个下礼拜的presentation 要做几张投影片 我只好跟他装傻说 我不知道 他说要做九十张 开玩笑 二十二张左右就够了 他要我做九十张 那一定做不完 做完了也报不完 所以时间控制有问题 当然就是失败 没有过 我只能跟他说是 好 我会做九十张 结果过了一阵 他问我说 你这个学期读书会 都没有报告嘛 反正你论文写完了 那下礼拜读书会 你报告 我也只能跟他讲说 是 好 下礼拜读书会 我报告 然后离开 回去办公桌 我就直接祷告说 上帝 我的读书会 只要花一分钟 就要准备完 就是现在 花一分钟 给你祷告 我只花这一分钟 给你祷告 我读书会 就要准备完 因为这个礼拜 其实不是没事 我要准备下礼拜要做 presentation 还要做那九十张的slide 那根本就不可能 天方夜谭 做二十二张都很辛苦 我要做九十张slide 然后没办法 我的presentation 在礼拜一早上十点 礼拜一早上 两点钟起来 打开电脑 收email 我立刻把牧师娘叫起来 我说我过了 我想说什么 你看这封email 十二点四十分 我的教授团里面的一个 记来说 实在非常抱歉 我十一点钟有会 我忘了 所以今天 Jacob的presentation 我没有办法参加 真的就在前一天晚上 就吓了 教授 不是教授娘 上帝用我举例的 祷告的方式 他很多方法 他竟然用我举例的方法 就来告诉我说 我一定会过 然后 我的指导教授坚持说 这个礼拜 一定要让Jacob做presentation 大家一样十点钟 因为那个教授 十一点不行 要两个小时 所以十点钟 大家把那个形式力带来 我们一定要挑出时间来 十点钟 大家都来瞧 瞧 瞧到最后 只有一个时段 我的指导教授有事 就是星期二下午 两点到四点 我指导教授说 没问题 那个我来解决就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Jacob明天下午两点钟 做presentation 就很高兴 我场地收一收回去 太累了睡觉 睡一睡起来 趴在中央睡 睡起来 忽然发现 我有一篇重要论文 看错了 赶快改 改一改之后 忽然发现 上帝太厉害了 明天下午两点到四点 什么事呢 读书会 所以我真的只花了 那一分钟 读书会 解决了 那presentation也 非常好玩 非常莫名其妙地过了 我的指导教授 百般地刁难 然后还跟这个 绘图组的组长 有一点口角 绘图组组长 认为说是 教授团的错 我的指导教授 坚持不是 然后反正最后 我就是莫名其妙地过了 但是 我就知道 非常不高兴 然后小神隐了 一个多月 最后就因为 他神隐了一个多月 我连转校都 没有机会 所以就 明明资格考都过了 也没有办法转校 什么都没有办法 找回台湾 所以变成博士候选了 这个故事听起来 好精彩 在里面看到神 在我们 觉得不可思议的 这个地方 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认为 不可能的地方 他是星期十的神 这太特别的一个经历了 所以抱着一点点 小小的缺憾 回来台湾补就对了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也让你 见证到了 那个一分钟的奇迹 也见证了 那个教授 他突然就没办法参加 对 这些都是很特别的经历 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你心里一定清楚明白 因为我们知道 谁掌握明天 感谢主 那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 曲折离奇 也很激励人心 那这样是不是这个时候 也请李牧师来为我们 带来一首 你喜欢听的诗歌呢 好 那我们来听听恩典之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续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借与我走这人生路 我走这人生路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续 这一生都是祝福 你爱你守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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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守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你爱你守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守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谢谢这首恩典之路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真是神 一步一步的牵引着 我们走这人生路 那刚才呢 听牧师的分享 也让我感受到说 哇 从你小时候 这样的有天分 神给你这个 几乎是天才一样的恩赐 考试考得这么好 然后一路 然后当牧师 然后甚至再去读书 因为刚才有讲到说 你的父亲 希望你快点去拿博士 可是又因为 经历了宗教战争 也让你在这一方面不顺利 我想神没有允许我们天色长蓝 在这困难的背后种种 也要让我们一生的生命去体会 神到底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美意 听起来很像很多的困难 但是牧师我看到你一样是这么样的乐观 牧师那在你人生的历练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困难 你所遇到的事情 你有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 去度过它 再跟我们分享 可能 希望不要有更大的 我的长子已经回去了 我的长子已经回去 大概至少是到目前了 希望以后也没有 大概遇到最大的困难 你的长子的部分 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基本上那时候它果山 然后这个就不明原因死了 然后整个检验的过程 其实是法医带着检察官走 所以甚至我都怀疑 那个检察官是不是没有办过这一类的案 那最后就非常神奇地判了自杀 那过了几天 因为我念物理的 所以其实我儿子的死 有非常多地方不对 包括可能三十年前 不是有个从十楼跳下来自杀 结果没死 第四不百张 那时候我就在念大学物理 所以整天在那儿算 为什么它会偏多远 所以非常多的问题 我一看就知道 我儿子的死问题多得很 但是那个检察官完全没有经验的样子 竟然还说对就是这里 我简直昏倒 但是我都没有跟人讲 然后直到 我儿子是礼拜五晚上死的 直到礼拜二的下午 本来礼拜三早上要火化 直到礼拜二的下午 我小儿子说 他第一班的同学 说看到了什么 我一天呆了 那我要申请复验 那复验的结果相当难过 那一样就是检察官在那儿 对不起 法医在那儿主导 检察官都没解决 然后法医非常的坚持 我逼他伪造文书 他说你不过是为了一个保险 你不可以害我们 那他说你写的那个复验的八点 非常的好 很有说服力 但是这里是刑事庭 讲究的是直接证据 你那八个都是间接证据 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直接证据能够证明 你儿的儿子不是自杀 那我当场我就回他 我说 我有八点间接证据 可以证明我儿子不是自杀 你们有没有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证据 可以证明我儿子是自杀 他们两个对看 看了一阵之后 重新写死因不祥 所以在政府那边的记录上 我儿子就是死因不祥 但是其实 难过的事情 不会因为从自杀变成死因不祥就结束 后面很多东西还是得自己去面对 因为他不管是从我这里算 或是从他妈妈那里算 都算是长孙 所以其实压力是蛮大 明明就是冤死的 不管是意外还是不祥还是自杀 明明就是冤死的 压力非常的大 我觉得一个人死了 就是一个家庭承担就好了 反正无论如何人家真的不是故意 我没有去追究任何一个人 其他任何的责任 直到大约四五个月后 有一天他们班上的三个女生 拿了一封信给我 说这个要给我大儿子 我这告别事都办完了 怎么给他 我也不可能烧给他 所以我打开来看 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人的角度都很有限 可能觉得我儿子怎么样 甚至我的儿子的告别事 还有牧师说了 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我都真的听不懂 但是事实证明 真的不是这样 我儿子在一个国中的状况下 每天至少两次到办公室 找我聊天 我同办公室 那时候我在我儿子的学校教数学 那我同办公室的老师都说 你是怎么样跟你儿子建立关系 你儿子跟你这么要好 那我儿子的丧礼上 有牧师在说谓词的时候 都说这就是父子 关系不好的证明 对 那那个 五月的时候 他们板上同学拿来的信 大概 我儿子这样每天跟我聊天 两次以上 不是某一次 这么长期 半年多 因为我才在他们学校教半年 半年多 每天来跟我聊天 我只知道一些 我真的没有办法 完全知道我儿子 生活的每一项细节 直到看到那一封信 我才知道说 我儿子在世间 短短五千七百天整 他为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去看 那个信写什么 那个信写说 其实我儿子 长期在班上保护 他们把某一个障碍生 不被霸凌 那因为我儿子死了 所以那个学生 没有人保护 因此被霸凌 他们非常怀念我儿子 所以那封信就说 三个女生写了一封信 怀念你的儿子 拿来给你 那你才知道说 你儿子保护那个障碍生 对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只知道说 那个障碍生 要跟班上同学沟通 几乎都要透过他 那班上有时候 要跟他沟通 包括老师 也需要透过他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他遭到霸凌的时候 其实是我儿子去保护他 感谢主 我听了也很难过 但是也 我想那三个孩子的信 也让你觉得说 你孩子短短的生命 可是他做了何等 神喜悦的事 但是这个 毕竟儿子的离开 你听是非常的痛 所以牧师在这里面 神有没有安慰到你的心呢 对 因为其实 就像刚刚讲的 你法官判到底是 自杀 还是意外 还是死因不详 其实都是一个问号 上帝怎么看 那才是真正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也只能提出 八项间接证据 那到底是什么 真的只有上帝知道 那我发现说 其实那一封信 让我知道说 我儿子虽然 是个多重障碍生 但是 过去当然知道 他在学校表现非常有意 学校经常 有外宾来 有校友来 周末会请他去学校拉提琴 招待这些外宾 参加 代表学校参加 台北县市英文演讲比赛等等 他是多重障碍生 结果还可以代表学校 拉小提琴 英文演讲比赛 这太了不起了 科展还接近得奖 那因为 有一个规则不合 所以没有办法得奖 但是老师一看 就是得奖的东西 拿来做实验 果然是得奖第一名 超级第一名 所以其实他 表现是可圈可点 人间留下来八项间接证据 他不是自杀 但是他在活着的时候 保护同学不被霸凌 在活着的时候 服务班上的同学 他在活着的时候 当了好几科的小老师 他最后一个学习 当四科的小老师 好了不起 他是念普通班 不是障碍班 对 牧师 我想节目接近了尾声 那么 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 甚至说我们后来 转贴到网路上 一定也有家长号 或是周遭的朋友 他们或许也遇到过 这样的伤痛 那么 如何来 把你的见证 来分享给他们 就是说 不失去 对这个活着的盼望 以及对上帝的信心 用你的见证 来跟他们鼓励一下 我是觉得说 真的很多事情 我们很难去用上帝的角度来看 但是试试看 我们是不是愿意 用上帝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愿意用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很多事情 其实都不一样 包括最前面分享的 其实上帝早就知道 事情会怎么发生 并不是被算命算出来 上帝要做什么 包括 其实我们可能一般碰到这个东西 基督徒最会讲的是约伯记 然后说 那个苦难是 这个上帝怎么样 其实约伯的苦难并不是上帝计划的 那是撒旦计划的 上帝只是没有阻止 那我们只要问心无愧 该做的做 知道要做的做 那放在祷告里面 包括什么东西是 其实我们该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 资质不好 不知道 那都可以放在祷告里面 请上帝告诉我们 所以都不用怕 上帝一路带领 最后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上帝的恩典慢慢 阿们 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 对 谢谢牧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愿神继续带领你 开阔你的境界 阿们 引领你的前途 谢谢 让我们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继续采访你 好 让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 下周 空中再会 谢谢李牧师 谢谢 谢谢牧师 谢谢听众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